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上帝托付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和责任 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相信99%的基督徒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了 那就是传福音和做见证 但是许多基督徒虽然知道是要传福音 是要做见证 但是心里面总有怕怕的感觉 怕什么呢 怕触犯别人 怕什么呢 也怕别人不接纳他们 就好像在谢饭祷告的时候 不少基督徒当他是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他就总是觉得很自在很放心的谢饭祷告 但一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浑身都不自在了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假假装装的啊 摸着眼睛啊 假假装装的去捡餐巾啊 算是祷告过了 大家总会觉得在大庭广中啊 这个传福音啊 做见证啊 要有胆量的人才能够做 自己呢 自己呢 就不合适为主做见证 彼得是天生很大胆的人 否则他不会呢 一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呢 他就大大声的呼喊说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换了我们呢 可能啊 动都不敢动 他却大胆的呢 就这样子的走出去 踏出去 这位充满胆量的人 在耶稣被抓拿的时候 站在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 本来是可以最好的一个时刻 做最好的见证的一个机会 但圣经却说 他因为害怕 他就三次不承认自己 认识主耶稣 而且呢 提莫泰呢 他天生是一个胆小的人 他的这个名字叫Timothy 是从这个Timothy 英文演变而来的 就是胆小的意思 这个天生胆小的人 却因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成为了大有胆量的人 在初代这个历史 教会的历史里头 我们看到提莫泰 他为主做了既有利的这个见证 所以呢 在属灵的这个世上呢 胆量与天生的革性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能力 为主做福音 同受苦难 求主帮助我们 像初期的这个门徒一样 不但认识主 也认识主复活的大能啊 确信主的权柄 不以自己的信仰为辞 更要引以为傲 引以为这耶稣基督 所做的一切 为我们使命的一种 骄傲 荣幸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而这个名字 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他人 耶稣基督的名字 Hallelujah 所以愿我们呢 能够认识到 在主耶稣里面的 那个权柄和能力 天天依靠着这能力 能够为上帝 为主 做荣美的见证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在你里面 我们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权柄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天 能够勇敢的 为你做见证 表明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好让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每一个人呢 都会因为着我们的 所分享的见证 能够认识 这位又争又活的 主耶稣基督 求主开道路 为我们预备道路 让我们能够 有你的力量 有你的勇气 有你的恩高和能力 为你做荣美的见证 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Amen 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你 请不吝点赐福你